看完元朝最后一节 我们大家一起纪念毛岸英 华盛顿这个朝鲜战争纪念园 那些个沮丧绝望的美国大兵的群雕前面 那地上有一块花干岩 上面刻着这样的一段文字 我们的国家以他的儿女为荣 他们响应召唤 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 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 那么70年前 数十万美国大兵飘洋过海 不远万里登陆朝鲜半岛 在三年时间里面打了一场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打的战争 数万美军将士允命沙场 抛尸荒郊野岭 冰天雪地 那几十年以后 美国政府 以国家的名义 对他们做了如此的褒加 那么他们当年的对手呢 当年他们对手的境遇如何 我们看到的 在特色中国 尤其最近这二三十年以来 当年那些为了保家卫国 而牺牲在朝鲜的年轻的英烈们 直至创建这个人民共和国 指挥了这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人民的领袖 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对他们的侮辱之声 二十多年不绝于耳 而这其中 跳得最高 叫得最响的是一位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此军袁腾飞 袁腾飞侮辱毛主席 侮辱毛岸英 用语之恶毒 实实求是的说 令人发指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特色中国的国家电视台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管理部门 竟然能够让他大型击到 甚至为他提供讲台 直到今天 这就有点适可忍 说不可忍了 袁腾飞所做的一切 他所说的一切 和所谓的学术 和所谓的言论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 如果是个美国人 然后他在美国 用同样的这样的语言 恶毒的语言 去辱骂 去侮辱 70年前 抛尸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人 去侮辱 去辱骂 当年美国朝鲜战争的决策者 指挥者 比如说杜鲁门 艾森豪米尔 比如说麦卡阿瑟 李奇威 范弗里特 克拉克 如果他在美国这么干的话 他还能不能有明天 我相信他一夜之间 又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公敌 我相信 一夜之间 美国人的唾沫 就能把他给淹死 那么 再反观一下中国 再反观一下袁腾飞 此军的待遇 他还活着 还横行着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后面一定是有人推着他 谁推着他 这得是什么样的人 在后面推着他呢 以至于2010年的时候 迫于外界的压力和举报 袁腾飞被有关部门 找去谈了话 什么部门呢 北京市 海淀区 教育委员会 你可见袁腾飞 身后的势力有多大 台湾化至今十年 袁腾飞一刻未停 一刻没停止他的表演 那么他后面的人是谁呢 秦桧2012年不就退休了吗 那谁是秦桧的接班人呢 袁腾飞还活着 他还横行着 这样的人继续的横行下去 那么我想问中共诸军 如何收拾人心 亿万中国人的人心不收拾 弹劾追逐中国吗 这是事关绝大多数中国人 感情的天大的事 袁腾飞还活着 还横行着 尽管向游新生 变得越来越难看 那么一切有良知的人 一切还有着正义之心的中国人 该怎么办呢 这袁腾飞的声讨 二十来年也是不绝于耳 但终未成气候 这中间呢 也不乏一些激烈的言论 甚至有的人拿这个 另外一个侮辱毛主席的 什么医生 理智随 的横死来说事 针对袁腾飞 但我觉得大可不必吧 这个畜生也有活着的权利 我倒有个主意 向一切善良的人们 有良知的人们 发出一个小倡议 大家以后 从今以后 无论是谁 只要见到袁腾飞 就给他一嘴巴 就一下就行 亿万人 打亿万下 一直打到 任腾飞的左眼和右眼 对称为止 然后让他继续的 活下去 他活着有他活着的价值 秦桧当年死了 埋了 后人发现不对 于是重新给他 塑了个像 让他万事 跪在岳飞的脚下 所以袁腾飞 应该活下去 小人的存在 最大的意义就是 来彰显 英雄的伟大 那为什么不让小人活下去 尽管没有小人英雄 依旧是英雄 英雄依旧伟大 下面我们进入 我们今天的正题 韶山毛氏的先祖毛太华 当年修祖谱的时候 一首辈分歌 二十字 定下了二十代子孙的 足名的排行 这首辈分歌是这么唱 历显荣昭昭示文方运迹祥 祖恩宜则远 世代永成长 那么第三句 祖恩宜则远 那就是毛主席的 曾祖父开始 到毛主席的后代 这五辈则远 祖恩宜则远 祖毛主席的太爷爷 毛祖人 恩 毛主席的爷爷 毛恩仆 祖恩宜 那就是主席毛泽民 毛泽坦 远 毛远仁 毛远仁 就是毛暗英 远仁 是毛暗英的谱名 暗英 是他的字 多美丽的名字 一看就是 毛泽坦 和杨开会的接近 1922年的10月24号 毛暗英 出生在长沙的香亚医院 现在就中南大学院 香亚医学院 那么从生下来 到27年 毛主席离家 发动青手起义 中间这五年 毛暗英 包括后来他的弟弟 毛暗清 大多数的时间 是和母亲一起 跟随毛主席 武昌 上海 广州 毛主席从事革命运动 他们作为随行的家属 可以说 数年的 动荡奔波的日子 那么27年 那么27年 毛主席领兵 紧刚 之后呢 这个 和剑就在湖南开始轻打 压力之下 白色恐怖之下 这杨开慧 就带着三个儿子 那时候 毛暗龙也出生 带着三个儿子 就回到了 板仓 到了 去躲避 越想到1930年的时候 杨开慧 被抓 毛暗英是 跟母亲一起坐牢的 这整个坐牢期间 他亲眼目睹了 一个 你看到30年 他才八岁 一个八岁的男孩 亲眼目睹了 自己的母亲 被严刑拷打 直到最后 死于枪口之下 那么 杨开慧七生以后 毛暗英 和他的两个弟弟 他就被 他舅舅 包括他 外婆 向老夫人 就给送到上海 交给了中共的地下党 送到了中国地下党 在上海 办了一个幼儿园 叫大同幼稚园 1932年 1932年开始 因为那时候 经费也断了 幼稚园也开不下去了 最后就被寄养到了一个 叫王牧师 其实叫董建吴 寄养在他们家里了 后来董建吴也是 长年不在家 结果他的家人 好像对毛氏兄弟们 就不是很友善 后来 王延英曾经跟师哲说过 说他那个时候经常 不但要做家务 还经常 爱人家在打 1933年的时候 董建吴家也待不下去了 暗营和他的两个弟弟 就开始流落街头了 流落上海街头 几年之内 这个当过学徒 捡破烂 卖报纸 拉人立车 有毛英后来的话说 那就是三毛六两纪的日子 悲苦不堪 但是毛英历史很早 即使在那样的 这个这个艰苦的 苦难的岁月里 作为哥哥 作为毛泽东和杨开会的儿子 那也就11岁12岁呗 他始终记着他妈在监狱的时候 就跟他说 我说不管这个妈妈 这个死后你们这个日子有多苦 多难 但是 你千万不要忘了识字 千万不要忘了读书 暗影劳起了母亲的这个 临终的嘱托 所以那个时候 在上海的时候 不管这个一天下来 有多么苦多难 退黄包车 黄鱼车 只要挣到几个铜板 能攒下一个是一个 终于有一天 毛岸英竟然拿着攒下来的几个铜板 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学生字典 十二十岁的孩子 这真是家学传统 这真是骨子里带来的 血脉中带来的 对文化的一种自觉 那么37年的时候 这个 因为这个董建吴的关系 张学良有个部下叫李渡 去法国 最后了就把这个毛岸英 和毛岸青 毛岸龙那时候已经过世 还有这种说法 是失踪的 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 两个兄弟 从上海 去的法国的马赛 到那以后呢 就由这个当时 中共诸共产国际代表团的 副团长康生 就把两个兄弟给接受 然后从法国带到了莫斯科 这是37年 那么到了苏联以后 这个毛岸英因为聪明 好学 然后就苦肉字里熬出来的 又是毛家的后人 所以呢 真是遗传基因 十几岁的毛岸英那时候 就爱好这个军事政治和时事 这很像他爸爸年轻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个当时的这个 中国这些孩子们的堆里 很自然就成了这个 这个当时的儿童院里的 一个小领袖了 尽当这个孩子头了 尽当孩子头了 这个不仅这个做孩子头 还经常应邀到各处去做报告去 在苏联基因 他还写过一篇三千多字的长文 叫中国儿童在苏联 说是这篇文章写的文笔极其流畅 非常优美 所以当时周恩来在苏联 治这个胳膊 看到了这篇文章以后 后来回国的时候就带回来 在延安当时有个报纸 叫新中华报 还全文都给发了 1941年的时候苏联战争爆发 巴王英先进了士官学校 后来又进军政大学 然后参加了苏联红军 43年的时候加入了苏联 共产党 然后这个 又到这个福隆之军事学院去深造了一番 毕业以后在苏军的这个坦克林任指导员 参加了苏军解放白格罗斯 这个波兰 捷克的 这一些个战斗 1946年的时候 跟父亲 一别19年之后 王英 回到了延安 王英刚刚到延安那个时候 毛主席因为 这个在重庆谈了40多天 极其艰苦的谈判 毛主席真是担惊解虑 后来回到延安以后 就一病不起 身体状况非常之不好 但是喜从天江 儿子回来了 跟他一别19年 然后通了到孩子到了苏联之后 主席跟他们通了十来年信的 那个懂事的 长进的 这个大儿子回来了 那主席你可以想象 他的精神如何的为之一阵 欣喜之情 可想而知 但是短暂的这个团聚之后 毛主席不仅让他去吃了大灶 然后呢 还让他补劳动大学这一课 于是这个既懂俄语 又懂英语 又懂德语的这个毛岸英 就跟着吴满友去学种地去了 当时这个陕北著名的人吴满友 后来车里延安之后的 毛岸英又跟着这个康生到山西 去参加了土改 在参加土改工作队这个期间 毛岸英抽时间自己翻译出版了 恩格斯的法则农民问题 这是这本书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而译者就是毛岸英 那么进北京以后 毛岸英在这个社会部 中国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的 做过秘书 进去翻译 49年的10月份 开国大典之后 毛岸英和刘松林 进来为了夫妻 毛主席送着他们一件大衣 告诉他白天人穿 晚上两个人待 50年的8月份 毛岸英到北京集齐总厂 做党总织的副书记 两个月以后踏上朝鲜的土地 三个多月以后 毛主席的爱子 毛岸英 牺牲在两个国军的鸣雾气游弹下 那么 毛岸英为什么去朝鲜 是那些混账 王八蛋们说的吗 什么杜金说吗 毛岸英为什么去朝鲜 普通的 普遍的这个说法 说是毛主席上的去 是毛主席做主 但其实呢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毛岸英啊 我发现说他是个早熟的人 一个早熟的人 尤其是政治上 很多人见过毛岸英的人 包括他的长辈 像主席的那些个同事 包括岸英的一些个同龄人们 包括志愿军期间 跟他在一起工作过的 像张岸起 什么这些人 对毛岸英的评价 都是说这个人 有着非常高的政治素养 在政治上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 所以毛岸英 毛岸英为什么去朝鲜 参加抗援朝战争 其实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 并不是大家 通常所说的 主席让他去 还有人说 李克农让他去 还有人说 什么军美作战部的李涛 选人的时候 把毛岸英给选上了 根本不是 事实上是毛岸英 自己看到了 自己的父亲 决策朝 抗援朝 时候他那个为难 那个决策过程的艰难 一片反对声中 主席在那坚持己见 依然拍板 决策出兵 那作为儿子 作为一个成熟的 一个懂事的儿子 毛岸英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他自己要带个头 带头去朝鲜参战 于是 毛岸英主动请英 告别了妻子 新婚燕儿的妻子 告别了 上残的弟弟 去了朝鲜 你说 这样的儿子 我们大家都是儿子 有几个儿子 能做到这样的境界 那么 毛岸英牺牲了 毛岸英留在了朝鲜 当听到 岸英牺牲的这个恶号的时候 主席怎么说 战争了 总会有牺牲 这没有什么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 直战员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事 这就是毛主席 面对 爱子离去 一个老年丧子的父亲 这多大的凶劲 毛岸英牺牲以后 这个张时钊老人家 就曾经跟毛主席抱怨过 说你就不应该让岸英去朝鲜 你不去就没这事 那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我是国家主席 我主张出兵朝鲜 我儿子不去 我怎么去说服别人家 这话算是推进之府了吧 后来他的同学 就这个周时钊 被演了 没用过主席 那主席怎么说 主席说 这个 我得知这个 安英在朝鲜牺牲的这个消息以后 我也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很喜欢 安英这个孩子 安英牺牲以后 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 运回国来安葬 我没有同意 我说安英是显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 为国人死 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 让他显示中朝 人民的友谊 他对周时钊 说是你说 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 他就不会牺牲 这是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也是不错的 但是你想一想 要作战 我要有人 派谁去 作为一个领导人 自己有儿子 你不派他去抗元朝 保家卫国 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不管是谁 对儿子疼爱的心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 而别人 有人人都像我一样 自己有儿子 也不派他去战场 先派别人的儿子 去前线打仗 那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我们都有父亲 我们试问一下 几个父亲 能做到如此的境界 但是 毛主席失去的是 怎样的一个儿子 毛颜英的不平凡 甚至说 毛颜英的伟大 通过一封家书 就完全的彰显了 很多人都知道 1949年的时候 毛颜英 给他的舅舅的一封信 他这封信是写给他的一个表 就叫向三立 是作为一个回信 他信是这么写的 主要的内容里 他说的是 来信中提到舅舅 也就是杨开智 是杨开智的亲哥哥 来信中提到舅舅 希望在长沙有听长方面的位置 也是我非常提到惭愧 新的时代 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 也是极端落后 而由于通过我父亲 就能上任 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 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 毛泽东的子女其旧 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其旧 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 正在于此 皇亲贵气 仗势发财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在这一点上 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 而对于这一层舅舅 恐怕还没有觉悟 让他慢慢觉悟 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 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 而不可个别解决 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忌 放在第一位 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他接着写 他说反动派 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 没有人性 不讲人情 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 帮助亲戚朋友 同乡同事 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 那么我们共产党 正是没有这种人情 不讲这种人情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 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 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 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 亲旧兄弟遗熟 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 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的感情 这种特别的感情 共产党不仅不否认 而且加以巩固 并努力与倡导的走向正确的 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 有利于人民的途径 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 超出了私人范围 并与人民利益相抵处时 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 即使大义灭清 一再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 我对他有深厚的描写 不出的感情 但他也许现在在骂我不笑 骂我不照顾杨家 不照顾相家 我得忍受这种骂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 一个极其普通平凡的小螺蛳钉 同时也没有权力 没有本钱 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辅助亲戚高升的事 至于父亲 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 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 极不公平 极不合理 全文我就不读了 中国人说圣人无常心 圣人常无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这才是圣人 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一个新政权建立了 自己的父亲刚刚站在天安门上 向全世界宣告 这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那么作为毛泽东的儿子 毛岩英既没有半点优越感 更没有凭此搞什么特权 你看看这封信写的 你看看刚才我读的这些 这份冷静 这份清醒 这份理性 这份恪守 几人能做到 古往今来几人能做到 但是我们看完这封信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 莫大的一个疑问 你说毛岸英这封信写的 因为手机还有的 现在在网上你搜到 搜到那个照片 完整这封信 全信的手机 毛岸英的手机 你说这个八岁之前 这个毛岸英 就是他母亲牺牲之前 这毛岸英也就 只是正常的言传身教吧 包括主席 那么八岁到十四岁 这个之间 那就是流浪了吧 差不多 以流浪为主 像童工一样 没接受过任何的正规学校教育 这个毛岸英 那么到苏联以后呢 接受的又几乎都是 这个苏联式的教育 然后没几年之后 战争爆发之后 接受的都是战时的教育 那你说毛岸英 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履历 四九年的时候 在面对亲人长辈 面对公与私这个亘古的难题的时候 他怎么就能够有如此的认知高度 就能够有如此高的境界 就能够有如此博大的圣人的胸襟 他就能把这么一件司空见惯的家常小事 赋予家国和历史的意义 那你说这不是天才是什么呢 他是哪个完全小学毕业的 还是哪个三年初中 三年高中毕业的 上什么大学 二十四岁回国 十四岁出国 二十四岁回国 应该说最好的这个学习这个年龄 学习学习阶段的时候 他都都是在这个流浪中 和在苏联渡国 他的中文竟然能好到这种程度 你再看看那个手记 那几乎就是无实自同意 他出国之前他写过多少次 大家可以想念一下 但是四九年的时候 他竟然写的那么一手 简直是从他奶腹那真传的那一手好字 所以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 这毛家杨家 这伟大的基因 所以对于毛岸英的这样的这个觉悟 对于毛岸英这样的一个一个境界 对毛岸英这个人 那么当时甚至毛主席的很多同事 那都另一样相待 实事求是的说 包括周恩来在内 甚至可以说周恩来由慎 他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 日后毛岸英能够自成父业 那一代人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历史阶段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再自然不过了 所以听到毛岸英牺牲这个消息 周恩来的那个悲痛程度 你可想而知 多长时间以后 以后就是在暗淫牺牲之后 多长时间之内啊 多少年之内 周恩来的这个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始终压了一张毛岸英的照片 那几多惋惜在其中 对于毛岸英的牺牲 周恩来还说过话 他说毛岸英入朝 一个月零三天就牺牲了 他吃过苦 流过血 打过仗 又经过农村和工厂锻炼 在和毛岸英同龄的一代青年中 像他这样受过良好教育 和多种锻炼的人是不多的 毛岸英的牺牲 对党尤其对主席 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这是周恩来 痛心疾首的一番话 这就是毛岸英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毛岸英 生命停止在了28岁的毛主席的矮子 毛岸英 毛岸英牺牲以后 他的妻子 后来改名叫刘松林 他对毛岸英走了 他总觉得是个梦 守寡十二年 说什么不在家 说什么不在家 那毛岸英牺牲以后 毛主席就带这个 这个刘思琪 如同自己的女儿而已 他当时告诉这个刘思琪 说安英他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牺牲了 撕心裂肺 刘思琪一动痛哭之后 毛主席冰凉的手 手都凉 周恩来说 思琪你看你袜子手都凉 毛主席告诉刘思琪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女儿是女儿 但是十二年 坚决不在家 这主席看在眼里 也是疼在心上 所以毛主席就以一个慈父的 全部的这种挚爱 百般的劝劫 这六四七 百般的安慰这个六四七 这一劝就是十来年了 你看看这个主席 那十来年里头 给这个刘思琪写了一封一封的信 字里行间 好女儿 思琪儿 娃 你身体是否好些 要争口气 为死者 为父亲 为人民 直到最后 职人相劝 说你要听劝 下决心结婚吧 是时候了 这是公共劝儿媳改家 中国文化背景下 1950年代 普天之下几个公共能做到 所以毛主席的伟大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丰功伟业 不仅仅是因为他军师合一 毛主席的伟大 还因为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伟大的父亲 不光自己劝 还让这个邵华 就是刘思琪的妹妹 去劝自己的姐姐 没想到这一劝 这刘思琪 这心结就吐露了心结了 他说你说暗英瞒着我去了朝鲜 再也没回来 我最后连他尸骨都没看到 连他的墓地我都没去过 你让我怎么考虑再婚的事 哎呦 这个邵华就把这个刘思琪的话 转告给了这个毛主席了 这个主席静着了 觉得自己是不是粗心了 听完了邵华的转述以后 毛主席大把大把的眼泪流 几天以后 这个中办就找到这个六四起了 就转达了这个毛主席的意思 说已经安排人 抬你和这个邵华去朝鲜 去为暗英 去为长眠在那的志愿军的烈士 去扫墓去 临行前 毛主席自己拿出自己的稿费 为自己的儿媳 做了一身新衣服 还嘱唤他 说你们去看啊 去看望暗英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 不要惊动朝鲜同志 住在大使馆里的 也不要待得太久 这是毛主席 你们去看望暗英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 这就是毛主席 那么毛暗英牺牲以后呢 他留下了一些遗物 包括这个两件棉衣 一双袜子 一顶军帽 还有一条毛巾 毛主席这个人 对于这些的东西 从来不上心 但是 对儿子的遗物 却震惊了 毛主席身后的所有的人 他竟然瞒着所有的人当时 把毛暗英的这些个遗物 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自己的身边 就放在他这个大床底下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头 几次搬家 从巨箱书屋啊 到新六所了 你还是到游泳池啊 什么 但是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箱子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箱子里的 毛暗英的遗物 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 在整理毛主席遗物的时候 才发现 二十多年 我们能想象吗 我们能想象吗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头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当身边的左右都退去了 孤灯清眼下 老年丧子的毛主席 一次次情不自禁 打开皮箱 抚摸着一件又一件的 遗物回忆着 爱自己的 依辱 感受着 这些遗物上残留的 他爱自 二十八岁的 青春的气息 那是怎样的 一种痛 纪念伟大的 他们延朝战争 纪念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 纪念 纪念 那一大半 毛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